三季伦苗道对外窗伯,是1919年前后, 是操控在这个岛顶,他是做独警的时候,巨发。 他王国这个清雄各地的,就是武俗高手,在那当教室。 他背身,抗护出身。在他当时有一个,是在近海,可能读了一个, 叫刘感成,在这十话都记载。 刘感成在和曹哥说,我们老家有个无共合约高强的日向龙。 曹哥说,你怎么着,给警察写下发汗,让他过来,等看看。 他们发了散导汗呢,也没去。 那时候日历他们在联务宿里,不论他们过来不打交道。 后来曹哥说,你说你这害不到呢?不行,你回去啥?叫他去。 你说说有意思,这么六八成年亲子的宝地吗?回来咱们,静喊。 到家以后和日历和说这个事。 说去了不是别的事,说去了当武俗教习,那好多的,叫武俗的,弄人。 那么日历找了刘申所,刘渝顺,找张医院去搁结,商量。 咱们在这期间,有个张医院有个好朋友,也得问。 也得问,也得问不是张医院的徒弟,而是朋友。 但是他跟着张医院面,他实际上是朋友,我跟着你们也去。 对吧?这么着,就去了武俗教习。 这师兄弟的吉人呢,到了宝地以后,到曹古那以后,那儿呢,全国各地的武俗教习不少。 其中的做通工业。通工业他们这吉人呢,当时通工业一行武俗连念长,已经成名了。 对这几个老头,尤其日也念国画家,有所欢意。 这么个提出的呢,教教头,四次。 那么改这叶子,怎么冒起来了。 通工业一摔教读成了,他用瘦别,想把叶子憋大了,憋个镜子。 但是呢,没识感慨,他就感觉到这个老头啊,功夫够够。 这么一后呢,在那儿,忍教的时候呢,他就摆,日夜未识。 可能前后,也就呆了两三点子了。 前后,盯导,一直回了两三点子。 在那儿呢,出来说呢,瞄到,千八堂的部分计划。 你脚不当饼就练吧,就练刺啥,剃疗,这嘛。 脚不得千八堂这些。 一些实用的计划。 实用的计划。 在那儿呢,日夜呢,就收了几个赛。 通工业。 和这个,咱进了这个张文科。 张文科。 这个六夜呢,六夜也收好几个。 极其认为咱们最代表性的是,郭昌盛,老前伯。 是吧? 后期呢,把这苗道带到了藏着。 他把藏着,那是在藏着呢,哄亮起来。 后期呢,咱们这个,几个苗道呢,带着呢。 那儿呢,那是当兵的哪儿都有啊。 穷红河地的。 这个队外穿拨呢,主要是在那儿。 在这个独立庙道,队外穿拨的。 当时说那个日夜的十二堂呢, 走得保定回来以后,自己啊,把千八和八。 嗯。 终结了十二堂,流传到。 在这个六属年大正为的劲儿。 读音。 读音。